黑衣人 黑衣人 3 黑衣人 3 这就是大boss的风度啊 鲍里斯这也算越狱成功了 镜头一转 地球上有两个黑衣人 J和K 正在调查一起宇宙飞船案件 通过调查发现 这个飞船就是鲍里斯 从月球监狱上开来的 因为他要找K报仇来了 很快 K就在一个楼顶上 和鲍里斯相遇了 两人一上来就是一顿叙旧 估计是叙出感情了 鲍里斯就打算弄死K 不过幸好J及时赶到救下了K 两人成功逃过一劫 然而两人突然间有了隔阂 当J表示 是要抓回鲍里斯时 K却让J少管闲事 这就让J很伤心了 我们可是搭档啊 随后J就回到了总部 查了下鲍里斯的资料 并且知道了鲍里斯 是一个很残暴的外星人 第二天 J突然发现K不见了 而且听总部的老板说 K早在40年前 就被鲍里斯杀了 这一下 J就很懵逼了 想想昨天 不是还在一起对付鲍里斯吗 难道我有精神分裂症吗 这么多年 我到底在和谁一起工作啊 随后两人很快就发现 原来是鲍里斯穿梭到了过去 杀死了K 导致现在的K不见了 而且连保护地球的天虫系统 也不见了 这时 报警器响了起来 原来鲍里斯正开着飞船 要攻击地球了 要想改变这一切 唯一的方法 就是穿梭到过去 杀掉年轻时候的鲍里斯 随后J就拿着时空机器 回到了40年前 回到过去的J 利用现有的记载 找到了鲍里斯作案的地点 并准备干掉他 谁知 年轻的鲍里斯 刚杀了一个人就逃跑了 正当J拿着枪准备射击时 年轻的K也出现了 J那个激动啊 刚想来个热情的拥抱 就被K用电棍电晕了 J醒来后就发现 自己抓进40年前的总部里 但他不能告诉别人 自己是穿越来的 于是就一顿忽悠K K也以为 这小子肯定是个神经病 就打算放了J 但放之前 得把他的气意消除了 这一下 让J立马说出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说出了鲍里斯的阴谋 K相信了J的话 把J放了出来 然后两人就开始 准备对付鲍里斯 两人找到了 另一个外星人格里芬 这个外星人 有一样能够保护地球的武器 而追杀格里芬的鲍里斯 也出现了 虽然K和J 合力阻止了鲍里斯 但格里芬也逃走了 然后两人又在足球场 找到了格里芬 几个人还没有说几句话呢 鲍里斯又突然出现 抓走了格里芬 J和K不得已 驾驶炫酷的摩托车 狂追上去 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 成功救下了格里芬 作为回报 格里芬交给两人 一个小饰品 说只要把这个东西 发射到太空 就可以启动天穷系统 这样就能保护地球 免遭外星人的袭击 正当J和K 要发射火箭的时候 年轻的鲍里斯 和未来的鲍里斯 同时出现了 经过一番打斗后 J杀死了未来的鲍里斯 K也打掉了 年轻鲍里斯的一只手 K顺利地将小饰品 放在火箭上 火箭成功发射到了太空 天穷系统也顺利启动 完成任务后的J 通过时间机器 又回到了未来 并在一家餐厅里 找到了K 他们重新过上了 和平的日子 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